深深佛号为八位无语良师唱颂最后的祝福 而掀开往生背的那一刻 家属与医学生都落下不舍的眼泪 其中的张凤琪老师生前是慈祭之工 曾经投入九二一大地震及复兴空难的救灾行动 而在面临人生的最后一程 仍是发愿要舍身奉献成为无语良师 说他是到最后一个月突然间怎么决定 那跟我们说他决定要做无语良师 但是我爸爸对我们都非常的好 想到说他有这个心愿 大家就尽力去帮他完成 无语良师成就医学教育的精神 也让医学生们深受感动 默许自己千万不要辜负大体老师及家属的心愿 在这几天的学习之中好好的让 就是精进自己吧 不要辜负老师他的人生最后一个愿望 然后我也希望我以后可以跟家属保持联络 然后我想用我的成就去报答他们 无语良师秉持舍己为人的信念 奉献给医学成为舍身菩萨 圆满人生的宏愿 家会世人 大爱新闻杨爱婷 刘洪志 华联报导 香港刺激之后